在北京天坛东门的一个小区内 朱之文与另外几个同乡 一起租了一间 每月房租2800元的房子 两间卧室里摆放着五张床 他和在京打工的同村老乡 居住在一起 这便是他在北京临时的家 那么有钱干嘛不买这套房子 其实钱嘛 就是我什么是多了 什么是少 钱多钱少 够花就好 就是这样 我也不想要多少钱 有钱就是说 你叫我自己选择 我情愿不要钱 我还回来 原来就是在农村种地那个感觉 现在就是出名 我经常说 名人都不是正常人的生活了 我刚刚过完 回家乡拿点美姐 到冬天烧地火的印花 弄的印花槽 我问我家的那个 那个脊啊 小狗啊 就是说没生病了 菜该架了没有 套解了没有 你天天在外边演出 还管家里这点事啊 虽然牵挂着老家那个真正意义上的家 但北京这个临时的家 现在却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间屋子 这间屋子同时也是朱志文的工作室 练歌 给粉丝准备签名礼物 挑选服装 还有录制演出现场广告语 全在这一间十几平米的卧室中完成 大家好 我是戴一个朱志文 8月2日 2014年 畅向府邻群星演唱会 咱们不见不散 祝福 朱志文在北京虽然有一个临时住处 但他说 那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 每当夜幕降临 北京的街头霓虹闪烁 车水马路 他的思绪就回到山东 那个让他魂牵梦绕 却并不很美丽的村子 我呢 特别想回家看看 我的老婆 孩子 昨天有始 在俺那边那个叫树林的 自由自在地 唱唱歌 很清静 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 朱志文的演艺圈朋友 对他最大的评价 就是朴实无华 接地气 这也是为什么朱志文 成为了各大演艺活动的常客 除了老本行唱歌外 他偶尔还会出现在影视剧拍摄现场 他的形象包括他说话的声音 还有他的神态 我觉得都很符合我们这个电影 在整个状态上 也会比较朴实 然后就是比较接地气 所以我们那个找他过来 帮我们串一个戏 而且现在最近他的名气 也是特别的火 所以他就是接他年纪 对对对 所以我们也觉得他比较火猛 因为我们中间也串了好多演员 开机 我是机场 一镜五次 突然让金大衣 回家参加雪酥雪酷 对于朱志文来说 连续多天的高强度工作 让他觉得身心俱疲 原本镜头前热情的表演 在结束的那一刻 立即变成了满脸眷肉 演员这份看似光鲜的工作 在朱志文眼中 却有另一番解读 最好也别当演员了 当演员 光唱歌给我累得我够呛了 再当电影演员 那才没有我好时候呢 好多人都觉得出名 惯好似的 哪是你的 什么都不是你的 自己享受了 吃了 吃度了才算是自己的 来来来 来来 来来 走走走 走走 这天朱志文得到消息 二哥要辞工回家 朱志文的二哥朱志房 在北京大瓦窑的 装修工地上打工 因为年龄已过半百 他决定辞去装修队的工作 回家养殖兔子 补贴家用 朱志文见二哥辛苦 出资三万元 作为二哥回乡搞养殖的 起步资金 我回去来 你这个啥 我没有时间 跟那个亲户来 给那个谁 给那个 咱那老乡 谁 吃个饭 二哥的回乡计划 再次勾起朱志文的思乡情绪 但令他内心矛盾的是 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我只能是否矛盾 我也不知道好 也不知道是坏 要是好了 我的条件比以前好了 成名以后 好了 有钱了 让很多人认识我了 给我注重 那个正光天才了 不好了 就是我付出的太多了 太累了 我很矛盾 就是一把矛盾 走嘛 老师 来 祝货市场 来 大柳住 如今 除了演艺生活 到北京的各大旧货市场淘宝 成了他的最大乐趣 我说我不要钱了 那不行 咱们就互相着 行行行 哎呀 是的 来来来 老师 多少钱 您别这么客气 真的真的真的 我就如同拉了你 我特别高兴 我那可不行 那也有什么 来来 你看他也行 我再给你加 不用不用不用 来来来 拿着拿着 您太客气 你这样 那该多少钱 我收一块钱 多少钱呢 二十五 二十五 算了 算了 那不行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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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虽然最终朱之文 还是坚持付了车费 但成名之后的这种变化 还是让他心情不愈 他给你添麻烦 添麻烦 你添我添麻烦 我老乡 三个老乡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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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出版了 新年 三十一 你给我 你每次出来买东西都像今天这样的场面 嗯 那太多了 每天都是这样 有些甚至低的人还得多呢 过来围着你张相 对对对 但有时看着像杆子 刚都不错了 这可是很棒 没有没有 今天那么多人来找你张相 觉得怎么样 呃 其实呢 我感觉人家找你合影 照相 那是他喜欢你 支持你 哎 你要做一个 做一个不同老百姓 没在找你合影 没在找你合那个照相 没在找你那个签字 你跟平常人就没有什么两样 明日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 可以听你唱小歌吗? 不好意思 唱一首吧 大家都唱一首吧 好,洗下火 洗下火 洗下火 快快快快 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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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快快快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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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也唱了个《夕阳红》 好,可以了 水灭不过夕阳红 好 温馨又从容 不论是演出还是逛街 朱之文随时都会被粉丝们热情包围着 甚至当他抽空回乡探亲的时候 粉丝们也会出现在他家门口 刚回到家 粉丝们高举大旗来到了朱之文家中做客 对,对,对,对 明国和安徽合肥 在那个四川的 重庆、桂阳、银 和尊业 我都带这个棋 成都的一个粉丝 他拿的这个棋 曾经上过日本 上过美国 上伊拉克了 到了伊拉克 都是咱中国工人 多愿意听他的歌 粉丝们的崇拜 学艺者的虔诚 村民们的赞许 在别人眼中 朱志文已经功成名就 风光无限 但朱志文却有着 难以言表的苦衷 此刻朱志文几十平米的小院 显得热闹非凡 但成名后的这种喧嚣 却给朱志文的个人生活 带来巨大的困扰 他希望自由 希望在自家甜头 自由自在地种地唱歌 当个名人旗在自由还是原来自由啊 还是原来自由 原来没钱啊 没钱也好 没钱也好 有钱还是得着人 在家吃个厨杀 我感觉比在外面吃 吃宾馆的大桌大餐还强了 你觉得现在反倒多 还是原来除你的几千反倒 这位反倒更多 有什么反倒呢 对于朱志文来讲 早起劳作 午后美美地睡上一觉 太阳落山时唱着歌回家 也许这是他现在最渴望的生活 但他也明白 这样的生活 或许他已经回不去了 岛名字中文字幕叫讲 太阳高江顺声 他也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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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说是可爱的 多美 好